今天来这个叫co-soul的这个地方买点东西 为啥叫co-soul呢 因为这地方东西便宜 适合我这样co-soul的人 我这这两天这个疯啊 就跟天上住了个亚索似的 吹得我脑瓜子都快变形了 哎呀这今天这人不劳少啊 这都周末出来买东西啊 来co-soul啊 这买肉是必须的 这比外边好多超市便宜太多了 你唯一要担心的是 这么些肉你能不能一人吃完 啊你看这七斤多肉 34加币 150块钱人民币吧 要是觉得刚刚那一坨肉少了 这还有整扇的猪肉 这整扇的猪肉九斤多啊 40多加币 200块钱人民币 冬天整上点白菜 啊我觉得我一人能吃一冬天 这没有小份的 这全是大份的肉 这吃与不吃呢 肉就在那里 你爱买不买啊 因为可以无条件退货 所以之前有老外拿着吃剩下的东西 给人退 凑不要脸 人抠走肉不傻 这样是会上黑名单的 看看这爆米花的分量啊 这一大袋子 怪不得这北美这个胖的人比较多呢 这往家里一窝 啥都不干 这吃一天呢 这一盘呢 我管它叫兔子餐 跟喂兔子似的 这连个水都不潮啊 我这上课老能看见 这老外拿这么一盘子 旁边嘎吱嘎吱的啃 你别说让我吃了 我看见他啃一些 可我脸都绿了 这些方面食品做的还是比较好吃的啊 回家拿烤箱这么一烤 又方便又快捷还好吃 这些食品基本上是留学生最爱 这一到考试之后 怎么不得囤个十几盒啊 我发现老外是不太会做素材 不是不太会 是根本不会啊 就直接摘了生肯 这抠搜这份量大是出了名的 但是你说这电池这么大一堆 这奥迪双钻我的伙伴都没了 你让我上哪试去 我怕我这盒电池买了 能用到我头七那天 在加拿大能瞅见人排队的地方 也就是这种买东西的地方 可以说这的人口密度 是全加拿大最大的 赶紧回去啊 这大风寡的 再不回我感觉 要是穿根绳 我能当风着飞了